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阵子我们看到总统副总统隔魁到处在抚选 所到之处大批的远警来帮忙维安 所以警察真的有能力还有办法去查诈骗集团吗 如果连警政署长都说打假才是首要任务 到底哪个警察会愿意再花时间去追诈骗集团呢 盛文老师怎么看 这个很难想象号称治安良好的台湾 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想我们一看的时候真的吗 本来说花生在柬埔寨的时候 我都很怀疑 但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这个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治安案件 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治安事件 可是你觉得政府有把它当作重大的案件在处理吗 诈骗可能不是一个大案 是一个妨害社会 但在刑署上它不是一个大案 可是掳人强制 这个怎么不是 还有弃师 谋杀 这个我简直不会讲下去了 而且整个的社会假如这样子还可以容许 我们的政府可以默示这一项 还可以说这是功劳 你看警察破案了 我真的听不下去 感受是很强烈很强烈 你真的能想象台湾会有这种事 害人听闻四个字已经不至于表达了 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在野的立委 加把劲吧 总得要有人负责 这个既然没有然后从吹哨哲的表现来看 还被刺了案 是不是这样子呢 真是除了下台以外 真的我找不到什么事可以再来评论这些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